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复兴 各位姐妹早安 耶稣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盼望 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全心地荣耀耶稣 一同来敬拜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将一切尊荣都归于我主 你的祝福无法测度 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拯救 如同手中城堡 一切加上都不能够 与你的恩典相比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神明每个气息 神明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你的怜悯触摸我心 让我软弱能够变为高强 而我就这一生别无所求 只愿更认识你 所有成就都不能同 与我的主荣耀向帝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就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就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就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我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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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赞美你的名字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耶稣主圣灵 求你一整天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往哪里去 你都叫我们得胜 亲自来云导我们这一天的生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一起来读菲利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感动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要处理的是 教会合一的问题 教会有合一 往往不是因为坏的事情不合一 而是因为好的事情 这里讲劝勉好不好 好 但是劝勉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圣灵的安慰好不好 安慰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圣灵的交通 其实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 可是在圣灵的交通 常常也造成大家不同的想法 我在教会我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信主以后 我发现很奇怪 教会只要做爱心的事情 做好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的意见特别多 我在没有信主以前 我发现我做坏事 大家都同心合一 我发现这些偷人家东西 联合起来霸凌人 超同心合一的 从来不会有什么不合一的问题 只要来到教会 你做好事情 这个都是对的事情 良善的事情 奇怪了 就是很难合一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 菲利比教会 你们有什么安慰 有什么慈悲怜悯 有什么劝勉 圣灵有什么交通 好 但是爱心要相同 意念要相同 要有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指出 整个不能够合一 他表面上的原因 表面上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结党 大家有不同的党派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差 就觉得你就是比较差 这个骄傲 还有什么 个人单顾自己的事 我们教会服事常这样 只有自己的事工才叫事工 别人的事工都不是事工 所以在教会 越大的教会 越有这种困难 就是我们只顾自己的事 而忘记了别人的事 也是神的事 我想这些都是保罗指出来 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 就是表面上 我们看见 这就是不合一 但是保罗指出一个 这些表面上 后面里面内心深处 真正造成不能够合一的原因 是我们没有一颗基督耶稣的心 所以解决 要解决这些不合一 表象的问题 说你要有爱心 你要跟人家合一 你不能单顾自己的事 这讲大家都明白 不要分党分派 这个我们大家一听就懂 但这不能解决问题 真正解决的问题 答案在哪里 这是保罗指出来的 保罗没有说 你们不合一 保罗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要有什么 耶稣基督的心 所以保罗在 菲利比书二章六到七节讲说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觉得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这就是耶稣的心 保罗的意思是最后耶稣的心 就是一个愿意放下自己权利的心 他说你看 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同尊 同龙 三位一体的神 谁都不比谁少一点尊龙 谁都不少 稍微低一点 其实同尊同龙的 但是当天父有一颗爱人的心 他希望有一个人变成人的样式 去承担人世上所有的罪 要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圣父 圣子 圣灵在讨论 想一想 圣父说 耶稣你去 耶稣你去 耶稣就去了 耶稣没有说 为什么要我去 我们是同尊 同龙 我们是平等的 为什么要我去呢 你去吧 你去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讲 当天父差遣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说 我去 他不仅去 他放下他天上所有的尊荣 放弃他天上所有所有的荣耀 那么他没有紧紧地抓住 跟神同等的权利 没有抓住这个权利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意思就是 没有紧紧地抓住 跟神同等的权利 反倒虚极 就倒空了自己 不仅如此 还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了人间 倒成肉身 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保罗在讲一件事情 耶稣没有仅仅抓住自己的权利 他成为人的样式 倒空自己 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 去服侍人 可是你知道 今天 后现代里面 自我中心的社会里 最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 我的权利 今天你讲 我的权利 人们是很尊敬你的 你知道怎么为自己 争夺你自己的权利 你知道怎么为自己 来争自己的权利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大家是觉得 你很不错 你懂得为自己争权利 你没有让你的权利睡觉 你是得到大家的肯定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 男人争权利 今天女人争权利 我们说 性也是权利 爱也是权利 堕胎也是权利 甚至现在 有人说 毒品 吸毒也是权利 大麻都可以合法 所以你就看到 今天每一件事情 只要讲到权利 我告诉你 你只要讲到 这是我的权利 神圣不可侵犯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 所以你看到今天 为什么世界上 这么多的伤痕呢 因为爸爸也要权利 妈妈也要权利 那小孩的权利呢 小孩这么小 他怎么争他的权利 过去二十多年前 我开始服事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很多 很多的那个弟兄 弟兄就外遇了 就外遇了 那个时候外遇 你处理他们的问题 他这样说 他说牧师 你放过我吧 我要去追求 我爱情的权利 追求他爱情的权利 那姐妹那时候 都是好辛苦 就那里守着孩子 守着家 那时候有很多 感动人的故事 很多单亲的妈妈 真的如苦寒心 放弃他们的权利 然后养育孩子长大 是很让我们感动的 过了二十几年 我现在在服事的时候 我现在服事很多的 不是丈夫外遇 是姐妹外遇 你不要以为弟兄会跑 现在姐妹更会跑 跑得更快 把孩子丢了 所以你发现 因为现在女人也要权利 你以为你有爱情的权利吗 现在姐妹有爱情的权利 所以最可怜是谁 小孩 谁为小孩争权利呢 谁能够为小孩争权利 所以小孩的权利就被牺牲 今天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充满了痛苦 那么多的破碎的心 因为你有你的权利 我有我的权利 大家都有大家的权利的时候 只有谁的权利会被牺牲 就是最弱势的 孩子的权利被牺牲 所以今天造成这么多 这么多受伤的心灵 是每一个人都要 争自己的权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要服事神 你就不能够说 这是我的权利 因为耶稣他是第一个 放弃他自己权利的人 他与神同等 他没有紧紧地抓着说 这是我的权利 没有 他反倒是须己 他盗控自己 还取了奴仆的样式 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13章 在最后的晚餐的夜晚里面 耶稣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要吃饭的时候 看大家都好像 没有人愿意彼此服事的样子 没有人愿意去洗脚的样子 他自己就束上了毛巾 然后把自己装成仆人的样式 就开始为他们洗脚 大概大家都在想 要脏就脏算了 大家都不愿意彼此洗脚 耶稣说你没有人洗 他自己就也不坑一声 就成了一个仆人的样式 开始洗 他洗约翰的脚 他洗雅各的脚 他洗安德烈的脚 他有没有洗犹大的脚 犹大的脚他也洗 他虽然知道过了子夜 可能他就知道犹大不是可能 犹大确定要卖它了 如果你确定你的小组组员 今天晚上要把你出卖 今天晚上小组聚会 你愿意帮他洗脚吗 绝对不愿意帮他洗脚 但是耶稣还为犹大洗脚 洗到彼得 彼得也很搞怪 一下说不洗 一下要洗全身 你也碰到这种小组组员 怎么做都不对 耶稣还是帮他洗 所以耶稣自己示范 他说你们也应当要彼此的洗脚 如果我们要看到教会真正的合一 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 我们就不能够说 这是我的权利 如果我们有一颗耶稣的心 我们在服事当中 我们不要紧紧抓着自己的权利 有一颗耶稣的心 最重要的是神的工作能够成就 最重要的是神的旨意 能够在我们当中 不是我的权利 我知道今天后现代 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世界的价值观带到教会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讲权利 我们来到教会里也讲权利 耶稣的门徒 当你成为耶稣门徒那一天 我们应该这样说 我们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一天 我们就已经决定 放下我们个人所有的权利 不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在主导我们的人生 是神的旨意 在主导我们的人生 如果神要我们去 如果神的旨意要我们去 如果神的旨意要我们做 其实权利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愿意倒空我们自己 愿意放下我们世界上的地位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个性 我们说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愿意这样想 有一颗耶稣的心的时候 其实合一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今天教会里什么问题 不是恩赐的问题 不是架构的问题 也不是资源的问题 也不是才华的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只要我们能够合一 有相同的意念 我告诉你 教会的影响力 真的是绝对超过这个世界 能够想象的 能够想象教会能够合一吗 能够想象教会 能够为了神的旨意 能够放下自己的权利 能够信任我们神的旨意 我们只要合一吗 那个能力 那个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 我告诉你 那是绝对难以想象的影响力 今天教会 为什么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影响力 不是恩赐不够 策略不够 不是钱不够多 不是设备不够好 是合一 只要合一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是不能一直讲 不合一 要有耶稣的心 要有耶稣的心 愿意放下我们权利的心 阿们 我们来祷告 我想我们第一件事情 真的是要为你自己的教会的领袖的合一 同工之间来祷告 我想为自己祷告 自己要先放下我们的权利 就能够合一了 我们自己同身的开口来祷告 因为我们的权利 我们自己的教会 只要想跟我们的权利 在教会的领袖 我们的权利 就是第一批 破 diz 我们的权利 不会要是当的人 但是这样的动手 我们的 revolution 由于在抗祭内心 向上的权利 没有和别的心 落下没人 行 ��让我们的独自 希望不能团出我们的教会 是祁线的支持 希望我们这种补充 希望是我们默并投拥 希望是爱渡心 希望真心 每次都一路 这种有意义 适当的意义 主耶稣我们向祢来祷告 主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主啊赐给我们谦卑的灵 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 能够彼此的成全彼此的顺服 主啊让我们能够竭力的保守 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主啊帮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主啊我们能够个人看别人 比自己强 耶稣让我们在服事彼此服事的当中 我们能够彼此的谦卑自己 主耶稣今天早晨帮助我们 祝福祢的教会 谢谢耶稣 耶稣我们祷告祢 主为教会的领袖们来祷告 主啊我恳求祢今天早晨 赐下同心合一的心 主啊我们祷告祢 求祢帮助我们能够效仿你的样式 愿意放下自己的个性 放下自己的意见 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 主啊求祢保守我们 叫我们彼此合而为一的心 就如同祢和父神合一一样 能够同心的一起服事祢 要耶稣基督的荣耀 在我们当中彰显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放弃权利是一个 真的是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新一代的领袖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让我们做仆人来服事我们的教会 我们为自己祷告 要有仆人的心 耶稣的心同神的开口 耶稣我们的养大 耶稣庡 promised 祢祢为了当中彼此为了大 поверх mijn地elijk Post 祢为了当中彼此给我们 ixa我要寄到我们的心 祢为了 ser 我们的保留 bang arts 结设是如同社寄 和我们所ona 祝你会给我们认识 祝你会给我们看美的老板 祝我们赞美你 祝谢谢你成为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 祝帮助我们学习向你成为 这样子彼此洗脚 彼此谦卑放下我们自己 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 祝啊来 来能够来合乎你的心意 祝谢谢你赞美你 祝啊亲爱的主耶稣 祝啊你把这些事工交托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常常自己认为说 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说那个 主啊但是求你真的你调整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这些主权 我们愿意先放下 先来归向你 主啊我们祈求你真的 你将合一的灵放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将我们手上的这个服饰 能够聚集众人 合一的心一起来领受主你同在的美好 主啊我们感谢你还是这样的 我告诉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第三件事情 我们为华人教会的合一跟父亲来祷告 华人这么多 如果能够还内外都合一 我们一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我们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你还会认为我们要做什么 以赌口来祷告 我们今天就在这些年里的生命 就在这些年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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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能够超越来的 主啊 是的 即使我们在华人地区有各样的文化 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我们信的是同一位圣灵 同一位基督 同一位天父 主 谢谢你来帮助我们追求合一 主 让我们真实能够可以 因为我们所领受的道是相同的 我们就选择爱情相同 意念相同 主 让我们真实能够可以兼顾彼此 我们知道你说赏赐给教会有各样的职份 但是你教各样都连结的合一 主 让我们能够可以连结于元首基督 那是因为基督的名我们愿意选择谦卑 主 谢谢你来教导我们 来引导我们 主 好叫我们在各样的文化当中 依然能够可以选择彼此尊容 彼此成全 主 也使我们更能够可以贴近圣灵的旨意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成为万民的祝福 主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阿世的过去或许对华人来说 我们真的就像一盘散沙 但是神唯有在祷告里面 我们再次从祷告合一 主 让我们同心合一的为整个华人教会 献上我们祷告的时候 主 我们总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见 主 华人接起福音的最后一棒 主 让我们可以为我们华人教会 主 在神的事工当中 接纳美好荣耀的旨意 主 让我们成就你的功在我们的身上 主 让你的教会 华人的教会 成为你的荣耀 谢谢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天父 我们仰望你 我们需要有一颗耶稣的心 主 阿耶 求你给我们一颗仆人的心 主 阿耶 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能够有一个放下自己权利的心 能够来走十字架的道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民祈求 耶稣基督的联系同 祢的世子就是我永远的荣耀 圣灵每个清醒 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